龙珠超,天使的四大bug能力,复活死人只需一挥手,神龙,我太难了。 龙珠中,天使一族是目前为止实力最强大的种族。 它们不单在实力上强大,同时还具备神奇的能力。 也是因为天使一族的整体实力过于强大了。 随便一个天使出手,都有可能打破整个宇宙的平衡。 以至于天使一族只能保持中立的位置,不能扁淡任何一方。 但是,多多少少还是发现,维斯在一定程度上扁淡了孙悟空这帮人。 通过维斯的扁淡,让我们发现天使的四大能力。 逆转时间。 当初弗丽萨来到地球复仇的时候,如果当时的贝吉塔没有变成超蓝。 平级孙悟空一人还真的难以将弗丽萨打败。 虽然贝吉塔也可以变成超蓝,结果还是大意了。 让弗丽萨有机会放出大波灭地球。 当时,我们就看到地球之所以可以再次恢复,孙悟空之所以能打败弗丽萨。 都是因为维斯的原因。 因为维斯拥有一个能力,那就是逆转时间。 以维斯天使级别的实力,能让时间倒流三分钟。 可以说,这是一个bug的能力。 就要想两个人在战斗,结果拥有逆转时间能力的人因为大意被对方中伤,或者抓住什么把柄了。 但是,只要施展逆转能力,直接可以回到三分钟之前,修改直接的错误。 所以说,逆转时间的能力,是多么的逆天,在龙珠中简直就是一个bug。 复活死人。 力量大赛开始时,孙悟空找来了弗丽萨。 只不过孙悟空答应弗丽萨,获得胜利后要复活弗丽萨。 没想到,最终复活弗丽萨的不是神龙,而是维斯。 当时的维斯简单的一挥手,就把弗丽萨头上的光环抹去了。 可见,在龙珠中能复活死人的不单单只有神龙,天使也可以傍倒。 而龙珠到了后期之后,神龙的作用也只用复活死人了。 因为已经很少看到有人像早期的贝吉塔,弗丽萨一样,惹衷于收集龙珠,获得永生了。 对于想者来说,根本不信于通过这样的方法变强。 以至于龙珠到了龙珠超中,被召唤出来,基本都是一些小事。 现如今,天使一族精线能复活死人的能力。 这样一来,神龙岂不是要失业了? 估计神龙内心都想说,好难啊。 自在即义工当成常态。 自在即义工在众多破坏神远中是一个非常难以领悟的境界。 但是,在天使一族这里,自在即义工却是自己日常下的一个状态罢了。 当初,维斯在知道孙悟空和贝吉塔修炼时,就亲口承认了。 自在即义工自己是完全掌握了,比鲁斯还差一些。 可见,天使之所以强大,估计是他们可以把自在即义工当成常态使用。 连常态都这么强了,更别说是战斗状态了。 速度达到时间最快。 当成维斯带着比鲁斯前往地球时,因为速度的原因,比鲁斯还一直催维斯快些。 没想到,维斯当初的一句话让我们知道,天使的移动速度可以达到宇宙速度的极限。 也就是说,宇宙中移动速度最快的不是光,而是天使的移动速度。 由此可见,天使一族强大的秘密,单单是这一支的四个能力当中,就已经很逆天,说不定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能力没有施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